OK 我们要回家啦 我们已经去完了所有的景点 所以如果你们对Segimjang有什么地方可以去的 都可以从头看到我们的Vlog 虽然是非常不专业的 可是是我觉得info满满的 我们来到了Segimjang 你看这个就来要收割的稻草 你看这个就是即将要收割的稻米 我们选对了时间 今天的太阳很晒 超晒 你看我包到这样子 看这个人完美全市的圣诞节 青色的圣诞节的 完美圣诞室 这个天气实在是太晒了 可是这样的天这样的阳光拍照很好 你们看这边的稻草很美 差不多要收割了 现在我们来这一个很有介绍的芒果 shake Mango shake 中一个样子这样子 酸 很酸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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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现场 现场有这些新鲜的芒果 然后马上打给你的 它的味道我觉得又甜 然后又很Mango 就是很扎实 这个是我们的午餐 然后我们这个是熊通辣辣 然后我们有叫一个咸蛋黑锅 然后这个是群菜咯 然后我们的最后一道菜是这个奶油生肥熊通 然后这边的奶油有点不一样 它们是这样子 通常我们KL的是那种creamy creamy的 刚刚我们是去这间龙华海鲜酒驾 给你们看看 然后它这边附近都有parking 这边有一个parking厂 那边前面也可以parking 我们现在来到四更庄香野园 coconut farm 这里好像一个那种free market 那种night market的感觉 还是一条街这样子的 来我们现在去走一轮coconut shake 8块钱一杯 6块钱 这个是ice cream 1 scoop ice cream 就是2 scoop ice cream 这边很有hawaii的感觉 很有那种海边的感觉 就是这样子的一条街而已 然后你要你就可以买食物 买coconut shake 然后坐下来去享受你的food and bearage 买了我们的coconut shake 6块钱一杯 然后它这个它只是open on weekend 平时拜一到拜五是没有开的 所以你看这样多人的原因就是这样 你觉得melaka的好喝还是这边的好喝 应该马力加的比较好喝 比较浓 比较有coconut味 这个是反面辣味道的 个人觉得还好 就是没什么特别的 你就是买食物 然后买coconut shake 你想坐在那边就坐在那边 吃完了你东西 拍拍照就走人了 就我觉得这个地方 这个景点我觉得还好啦 我们今天住的是这个triangal cottage farm 它就是这样三角形的一个屋子 很简单很简陋 就是这样子小小一间 然后这边有一个小小的夹窗口 拿一个梳妆台 这个夹的灯 哈哈哈哈哈哈 一个小小的厕所 我们现在来到了 呃 Bandai Redan 很多人一下 这边我没有来过第一次来 比我想象中的小很多很多 原来就是一个短短 从这一边到那一边 你们看我手指指的那边那个沙滩 那么短而已 然后在那一块那边就是许愿树 看到吗 红红那边就是许愿树 所以Bandai Redan 那其实就是小小的一个地方 然后就是有一些人在那边放动着 打开着 现在我们第一次坐这种脚车 就是这一种 然后是两个人的 然后我们要去骑 cekingjang的马路 这个我们是在这个AMG 这边租的 如果是这一种的话 两人的是一个小时三十块 如果是那种普通脚车的话 就是一个小时十块钱 就是这样子的 诶 等一下靠你骑啦 我们在骑着脚车 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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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不要摇来摇去 很可怕 我们现在把我们的站车 骑到一边休息一下 因为有点累 然后就来欣赏一下 西洋的这个稻田啊 你不能给它走拼咯 坐你一定要洗一遍 好那边下没有看一下 这边前面的条啊 啊 ok先给Uncle 啊 前面那条啦 我们的环境啊 享受一下大自然啊 有享受着 你先手一手一下 你不要坐下 你身手拿吗 不要 好棒 你不要这样过去 你过去一点 我感觉我要跌下去 你这么临下跌的 我先给你加下 蛤 他给你摆上 不要 不要 啊 啊 不要 我怕 你不要再转过去 那边 你这样扒得住你 哈哈 我们骑到一半 来到一个燕子屋 很大声耶 那个燕子的声音 阿哥好 ok good to go 现在我们在这个 Gaia Po Gaia Po 的这一个地方 吃晚餐 这边是出名grill BBQ 食物 这些这样的东西 烧烤的 然后 这个是我们今天 回homestay之前的 最后一站 在这间休息 终于没有大太阳了 这个是我们今天的晚餐 简简单单 一餐 现在晚上了 你们看晚上这边的view 有没有很美 他这边会有灯咯 他晚上这边就会开灯 就会呈现这样的情况 我们就是在路边这样子吃晚餐 就在这个新春路的路边 吃完了我们的晚餐啦 要回去homestay呢 早安 后面有两棵野树 早安 我们现在来到 这一个 N16 Cafe 然后它是用bus这样子的 好 来我们进去 open 好 怎么样 在bus上面 摊茶的感觉 环境很美 环境很美啊 你看你外面就是 不是绿油油的稻草 是被割了的稻草 然后这边很晒 我一坐过去 我屁股就要弄掉了 我们现在来到这个阿嬷的家 这家是我以前的电话 我的人生中的第一支手机 W70 70 我的750 以前小时候最喜欢吃 哎呦撞到 以前小时候最喜欢吃这种冰条 就这样子逛完了 这个阿嬷的家 就是给你看看以前年代的东西 所以也没什么的 就这样子 哈哈哈 来讲一下三色奶茶要怎样喝 三色奶茶要一乘一乘喝的 啊 第一个你要喝它上面去 第二个是它的中间 奶茶 ok 最后是喝它的 那个糖 下面的糖 ok 嗯有没有很甜 就甜了 本来上面不甜的 哦 哇 很会讲话 你 哈哈哈 所以你就打算准备这样子 一层一层喝 哈哈哈 啊 一开始喝了 哈哈哈 这个是我们今天的午餐 Skinjan的版面 手工版面 这个是我们临时找到的 因为我们才知道 那个M16C 是没有正餐 没有man dish 所以我们就Google 随便找一下 看到这一个 桌 不是随便啊 哦我们是认真找 他讲我们是认真找 哈哈哈 然后这一边 还有很多 他讲这边出名的是 手工版面 然后还有这个 鸡脚 然后还有凉豆腐啊 然后菠萝 徐饭 很多很多东西 西餐 面类 然后那个 饭类都有 然后它是两间店面这样子的 好我们开动啦 给你们在这个Skinjan 就是Peddy 跟Peddy 中间的这种马路的时候 被这种呜呜的声音 不要吓到哦 不是你的车的问题 是因为他们那些 稻田收割机 他们把他们 因为那个他们的那个轮子是很硬的 然后他们在这些马路走 就会造成这种马路会有一条条横线 所以你的车走在这边就会有呜呜呜的声音 所以绝对不是你的车的问题哦 我们也是吓到 以为是 哎呦 怎么我的脸 更大 因为我们也是吓到 我们以为是那个轮胎Bumpjet 然后结果下车才发现 哦不是车的问题 是马路的问题 所以你们要记得这个小Tips 我来到 道米展览馆 现在在买票 一个人5块钱 然后他还会给你一个free gift 一道米 营业时间是每一天开 9点到5点半 现在我们要进去了 这些就是有种稻米的地方 所以你们看 营业是最多的 再来是柯达这边 柯仁干路也很多 这个是收割过后他们就会卷起来 所以如果是雨季的话年尾 他们就会选择用烧 你可以在那边假装推它 然后排港照几家 这个我们吃了 我们觉得普通的圈都比较好吃 这样子7块钱一碗 这样小碗 真的还好 没有很好吃 这个营业刚刚架进来 他就特地停在中间这边 然后那边看到吗 我手指的这边 他是有一个counter去帮他称这个重的 5320啊 然后你看这个这个飞踩 他上过去 就变了5390 5320 5390 就是他70kg OK 我们要回家了 我们已经去完了所有的景点 所以如果你们对Sukinjang有什么地方可以去的 都可以从头看到为我的Vlog 虽然是非常不专业的 可是是我觉得info满满的 拜拜Sukinjang 拜拜 by bwd6